就想知道这宝箱除了钱还有别的吗 我怎么一个都没见过呀 射 刚说完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原来之前都是我脸太黑 不过到现在还有人没出过枪吧 好不容易出一回 今天一定要用它 但我也不敢抱任何希望啊 太弱了 只能说这个枪打个鸟还行 打人就算了吧 但所谓事在人为 反射无绝对 就看怎么玩 至少我可以在上塔等机会 是绝对有希望的 前面好像有点不正常 还真是个人 人才呀 一直在那爬 可惜换马AI妈就秒他了 这一枪头恐怕只能掉一半血吧 这边也是被发现了 我出境不妙 逃都逃不了 正当我发愁之时 下面竟然听到脚步 不会吧 又来个人 完了 没打着头 他有点呆 还有机会 什么情况 开什么玩笑呢 枪呢 简直无语 兄弟们 跟一局体验卡一样 一把就没 钢铁M24是没有了 但还有毒眼蛇的 也就稍微强了那么一点点 我也算看出来了 今天就是来白送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 哦 辐射区我熟啊 打不动人我还打不动小怪嘛 必须打头两枪才能搞定一只 有一枪打身上都不行 这伤害真是没谁了 但所谓是在人为 空手镜辐射区都能赚百万 何况还有把跟烧火棍一样的枪呢 不好 后面来人了 避开他 我现在绝对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现在我眼里只有箱子 敌人拿我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搞钱多简单 只要熟悉地形就行了 nice 双黄蛋 成果都不亏了 看看我身上哪个装备能值七十万 当然如果能悄悄打黑枪 我也是不介意的 可惜似乎没什么机会 听见敌人打起来了 他们打得越激烈我越开心 等会箱子都被我开没了 就很突然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啥都没掉 稳赚七十万 又是这个复活点 还要再来一次啊 那好吧 我算算 一把七十万 时间都用不上十分钟 十把就是七百万呀 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 原来只有复活点够好 小崽可以这么赚 又听见枪声了 来得够早的 我根本不搭理他 人就在我头顶 丝毫不慌 诚心想打游击战 他根本抓不到我 你看 我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开 不好 终于把他惹毛了 来追我了 先走一步 不用送 能活着当然是最好的 我又不是精神不正常 哎呀 不是吧 倒霉到家了 我无语啊 关键时刻遭遇 这不是断我后路吗 不行啊 我觉得我还能拯救一下 完了完了 这边也被堵住了 跟他拼了 真行呀 不给活路 想着这把换个打法吧 不去辐射区了 不曾想开局打人一枪 被人这个追啊 我一路小跑绕了好大一圈 本以为总算把他甩掉了 结果真是小看了他的脾气 不至于吧 大哥 脑下养人至于这么追我吗 给他活路啊 大哥 玩不了了兄弟们 这最难是人遭得起的呀 是小的 我感谢你带来 我先带来 我看他 好